氣候是越冷 這個天是虛空的 虛無的 所以我們常人 正常人 虛是常人 所以我一再跟諸位強調 虛不會死人的 人死在死在死上面 死人上面 當我們心臟的火不斷的 心臟不斷的波動 產生熱呢 心會宜熱於小腸 這都是黃金的已經講的 當小腸火很盛的時候 我們食物吃下去 有兩種水 第一個 喝的水 你不管喝開水 喝茶 都是這樣 喝的水呢 到了胃以後 就氣化掉了 這是水 因為水 它直接就是水 所以蒸化的很快 還有一種水呢 是在食物裡面 如果這個食物裡面是沒有水的 你根本吞不下去 對不對 飯裡面一定有水 你不相信你把飯裡面的水烤乾 你怎麼吞它 所以飯裡面也有水 蔬菜裡面也有水 肉類裡面都有水 食物裡面的水呢 會胃裡面煮絕了以後 到了小腸 在小腸裡面很熱啊 因為有火啊 這個火再把小腸蒸化一次 代表說你把食物消化掉 消化掉以後變成曹伯跟水 我們講好聽點 因為要表示自己有點知識嘛 曹伯比較好聽 講那個很難聽 那水跟曹伯呢 進入大腸以後 所以水在上面 小腸的火在下面燒 這個水就氣化出來 所以水會從大腸 再回到肺裡面去 因為筋和筋是相通的 好 相通的 西醫呢 他只知道大腸吸收水 那大腸那麼聰明啊 你不相信我把大腸煮了給你吃吃看 看你會不會變聰明一點 大腸吸收水的原因 是因為小腸火在下面蒸化 所以大腸的腸壁把槽補過濾掉 只有乾淨的水能夠進入肺 這就是大腸能夠吸收水的原因 當你這樣子知道了以後 我請問你 如果說肺裡面有食 有東西擋到肺是陰臟 我們應有乾腥皮肺腎 對不對 肺家有陰食的症的時候 東西堵到 水是不是上不去 就會回頭回到大腸裡面去 所以肺癌一定會下痢嘛 這你不用去記 想就知道 有沒有道理 那你把它治了 你說老師我怎麼知道它好了 很簡單嘛 下痢沒了嘛 common sense 所以我說 黃帝列經是 世界上目前僅存 最好最完整的 身體學案解剖學案病理學 所以當你很了解 黃帝列經以後 因為我們中醫本來就已經是完整的理論了 那不需要再去 study 所以因為已經很完整 我們了解身體的生化的情形 所以我們不需要去看X光 不需要去看MRI 不需要去看 去厭選報告 聽聽看看就知道了 那你哪一天 小腸的溫度不夠了 小腸的溫度為什麼不夠 因為心臟的力量不夠了 所以溫度下降了 溫度下降以後 這個水就沒有辦法氣化 那水跟曹佛就出來了 是不是就下力了 中醫又把它定義成 寒 因為寒嘛 那不然你告訴我要怎麼講 只有寒這個字最傳神了 是不是 那你老師怎麼知道他寒 因為小腸的管腳的溫度嘛 所以腳是冷的 那你寒到一定的程度 老師我腳是冷的 但是我還沒有下力 那你只是一點點寒 很嚴重的寒的話就會下力了 了解我意思嗎 這就是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做加減嘛 當然有層次的不一樣 對不對 那我們為什麼要練功夫 吸氣進去要到腹式呼吸 因為吸氣進去以後 到了腹式的話 就是想想盡辦法 把心火往下倒 倒到小腸裡面去 當心火進入小腸以後 小腸的溫度會增加 增加以後 大腸裡面的水會氣化上來 到肺裡面去 然後再到喉嚨裡面去 所以你在練功夫 打坐或者是練氣的時候 越練精液是不是越多 口水的精液 口水會越來越多 你如果練了半天 口水嘴巴越來越乾 你練錯了 你還找我 我從一半修正一下 好 應該